花蓮市公所举办为期两个月的海事生活节 海边野餐区活动 这周场是战火下的野餐 市长温嘉贤和参与的民众一起走进七星潭四八高地 战备坑道听取过去的海防故事 还有讲师来讲解周遭海洋生态 市长表示希望可以透过活动 让更多人看见海洋资源和人类的相关 进而唤醒大家可以珍惜海洋资源 带上导览机仔细聆听讲师介绍七星潭的海洋生态 这是花蓮市公所办理的海事生活节海边野餐区系列活动 最终场战火下的野餐 是带领民众一同来到七星潭 聆听过去这里的特殊地理位置与海防故事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各式各样的活动 尤其是我们海事生活节进入第四个年头 希望教育所有的民众都能够了解到海洋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也共同来爱护这片海洋跟我们周遭的环境 那在此也要欢迎所有民众 在系列的活动里面 我们还有最终场的海事生活节的相关市集活动 那也请大家密切留意花蓮市公所的网站跟讯息 那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一起来认识我们自己的母亲海洋 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 很少人知道48高地下竟然还有一条站被坑到 市长魏家贤也来到现场 和参与的民众在农业处辅导长吴乾隆的带领下 一同走进历史的记忆当中 上面最早的草绿服的颜色 请问一下 有谁穿过草绿服的请举手一下 以战火下的野餐作为主题的最终场 除了揭秘暂时坑道 介绍的鱼种也是在海中骁勇散战的雨伞其余 并且准备了特色便当 让大家都能满足味蕾 也充实心灵 市长魏家贤表示 华联市公所办理的海事生活节一系列活动 就是希望能让更多人看见海洋资源和人类的息息相关 进而唤起大家对海洋资源及环境的重视与关怀 而这场活动在明年仍然会持续办理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明年再相会 记者 徐立琴 欢迎视报导